蜗牛探西游第16347 连金箍棒都不能比,他一爬住下去,连神仙都魂飞魄散,但孙悟空却常常向猪八戒夸口,来往爷爷吃头上主,使劲住,猪八戒住了一回,被震得手臂酸软,吓得再也不敢下爬了。 在取经路上,孙悟空不知多少次被妖怪抓住,各种折磨,还放在瓶子里各种收敛,但他每次都平安逃脱,其实,孙悟空身上也有一个致命弱点,只要被制住,全身法力都会失效,这是哪里? 有人可能说,势头,当他被紧箍咒套住时,他在牛的本身也使不出来,这是不对的,疼痛虽然分了他的心,但是,如果他忍不痛,使劲一望,好多人也扛不住,有人可能会说是屁股和尾巴,还有人甚至会说脑痒痒,当然也是不对的。 援助中,有明确说明,在地路回,孙悟空大闹天宫,十万天兵都没办法,前来观战的观音,于是向玉帝举荐了二神,二神来后,也孙悟空各种的变化,但仍不能打赢,这个时候,观音脸上有些挂不住了,他拿出镜瓶对太上老君说,我将那镜瓶杨柳抛下去,打那猴头,急不能打死了, 也打个一跌,教二郎小圣好去拿他,派上老君道,这瓶是个瓷器,准打着他便好,如打不着他的头,或撞着他的铁棒,却不打碎了,你且莫动手,等我老君助他一拱,于是,他从手腕上取下金刚圈,使劲往下一扔,孙悟空只顾武战二神,却不知天上坠下这兵器,打中了天灵,力不闻脚, 跌了一跤,爬将起来就跑,被二郎神的戏圈盖上,照腿肚子扇一口,又扯了一跌,他急翻身爬不起来,又被七圣义勇按住,即将绳索捆,使勾刀穿了琵琶骨,再不能变化,大家注意看,使勾刀穿了琵琶骨,再不能变化, 也就是说,只要孙悟空的琵琶骨被穿了,他再大的本事都舍不出来了,这,就是孙悟空最大的软肋,只要制住了他这里,就相当于制住了这个侯王, 其实不仅孙悟空,在伟大的人都会有弱点,别看他平时威风凛凛,谁都不怕,但是如果被敌人知道了弱点, 专攻这一个位置,在伟大的英雄都会被击败,历史上的项羽最大的弱点就是自大,刘备最大的弱点就是儿子,不知你的弱点是什么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